其实我觉得做人的原则这种事情千万不要提 就是说千万不要跟你身边的人提各种各样的做人的原则底线 他情况下所谓的原则所谓底线都是为了别人准备的 不是为自己准备的 如果你想自由自在活着 你根本不需要任何原则和底线 因为自从有原则底线只不过是想要告诉别人 我不会伤害你而已 所有的原则和底线好像看起来是为自己设定的 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求 所以做人最好如果想快乐 最好就不要设立什么原则了 也不要搞什么底线 其实无所谓 活着而已 你活着搞那么多原则干嘛 搞那么多底线干嘛 那些说的好像有些人谈起这个原则和底线 说的道貌万然 实际上只是心里的自我满足 实际上只是想要跟朋友先要 我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实际上口屁呢 其实你跟朋友说了你原则 多数朋友也是观其言听其行 不会因为你说了你的原则之后就对你高看一眼 大家又不是傻的 听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有很多人说了各种各样的原则 结果很快迅速的被事实打脸 被行动打脸 然后反而被大家看清了 就更加看不起你了 而且人活在世上最根本的 让自己快乐最根本的一个行为应该是 永远不要去承诺任何事情 一旦你承诺了 你马上就会出现给自己加上一套枷锁 就这样子 除非这个人重要到你必须的承诺 你爱的人 你的父母 你答应你父母好好学习 这个当然是一个承诺 但是你要为此付出很多努力 这我们所有的承诺应该是为了爱我们的人 而去设立的 而不是随随便便的陌生人就去承诺 因为八杆子不找人去承诺 没必要 对于陌生人 任何陌生人 路人 或者说不关心你 不爱你的人 搞任何承诺是没意义的 向他们保证 我绝对不会打你 没有什么意义 知道吧 你走到大街上 对一个路人 叫他过来说 你放心 我这辈子绝对不会打你 这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什么意义 这种承诺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然后你跟他承诺 就是说 你放心 你跟一个路人说 你放心 你打我 我绝对不会反手 这种承诺又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任何意义 你只有对你爱的人说 比如说你对你老婆说 你放心 这辈子 我绝对不会打你 这种承诺才是有意义的 同样你对你老婆说 你放心 你打我 我绝对不会反手 这种承诺也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经常看到有一些人 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于根本不熟的人 胡乱的做保证 胡乱的做承诺 胡乱的设定原则 和底线 其实是最没有必要的 我们的所有的权力和义务 都是正常情况下 都是要有所得的 我们才去做 如果说把自己变成一个 好像和高尚的人 我遵守这些承诺 原则 行为 然后呢 和底线 我并没有想从你这里得到什么 那你搞这些东西干嘛呢 我有时候不明白 就是你跟别人说 你是个有原则的人 你是个有底线的人 你是个遵守承诺的人 你如果不想从对方得到什么的时候 你对对方无所求的时候 你做这些保证的意义在哪里呢 实际上很多人在做出原则和底线和承诺的时候 其实心里是处于一种意求不满的状态 比如说你向别人保证说 你是个有原则的人 其实你真实动机什么呢 是要求对方相信你 如果不打算伤害对方的话 你跟别人说你的这些原则 说你的这些底线干嘛呢 除非你心里有想法 有动机 然后呢 有伤害对方的心 你才要做这些原则和保证呢 我一直不明白 就是说一个人公开的 其实一个人公开 向朋友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的时候 其实就等于是在威胁你的朋友 这里有什么意义呢 你要是忠理一生不想伤害你的朋友 那你根本没必要谈这些原则和底线 你谈原则和底线 实际上就要警告对方 威胁对方 你一旦对我不仁 我就要对你不义 我看很多人跟别人提起原则和底线的时候 说的很顺其自然的 一点也不及了自己在恐吓对方 威胁对方 我觉得很奇怪 就还像做了一件好事一样 好像做了一件对别人很有帮助的事情一样 实际上完全很多人所说的什么 做人的原则底线什么的完全是一种自我心理满足啊 就自我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好人之外别无所得 就是这样子 你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个道德高尚的人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要别人相信 骗子都不是这种骗子骗人的 因为骗子至少还要有个先期成本投入 还要投一点真心白银来博请你信任 骗子绝对不会告诉你 我是个有原则的人 我是个有底线的人 骗子还没有像这普通人这样空手套牌的 这种地步 是啊 很多人就很奇怪的 就是总是觉得自己的行文是特别有意义的 对这个世界特别有意义 知道吧 然后呢 才会设定了原则和底线 实际上 你在这个世界上多做少做什么 意义不大 即使你做错了什么 即使你伤害了很严重 人自然有国家法力来对付你 根本不用 根本不用其他人出手收拾你知道吗 只要你做坏事 自然会有国家政府来收拾你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谈什么 原则和底线没有意义 你只要老老实实的遵己守法 只要老老实实的遵循国家的所有法力 那你需要什么原则和底线呢 不需要 就是这样子 有一句话就是谎无禁止 即是有 法力没有禁止的 任何人的做任何事都是自由的 就这样子 你一旦欺骗别人 那就涉嫌诈骗 你一旦伤害别人 那就是伤害罪 那是个刑事案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既没有伤害别人 也没有欺骗别人的话 那你不触犯法力 那么没有人得到伤害的话 你谈这些原则和底线意义和灾难 因为你没有改变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也不会因为你受到伤害 也没人受到伤害 那你谈原则底线到底是想干嘛呢 我 你 我